我講一個有趣的案例是 因為這個人現在是我們的政府的部長級的官員 他是怎麼樣走路這條路的 因為他當年只是幫一個病人做結紮 那結果病人後來過了幾年 被發現有一個紗布在裡面 說我的結紮傷口那麼的小 在這個肚臍裡面那麼小一個洞 怎麼可能那個是大紗布 各位知道紗布有小紗布 大紗布 大紗布就很大一團的 那通常一包大部分的醫院 都是兩塊或三塊而已 可是卻有護理師 當年他們都二三十年的事情 沒有點清楚 其實喊一二三一二三 結果像小兒上念經 你喊一二三他也喊一二三 結果沒有發現上面就只有兩塊 就另外一塊沒拿出來 那結果那一塊大紗布死了這位醫師 他覺得說你這個先前查起來 他先前在別的地方開過一個外科手術 那一個是他放的怎麼會是我放的 那檢察官居然說法官居然說 那你怎麼會沒有看見前面的人放 他說我怎麼看得見 我是很小的一個洞 那那個三層是一個大洞 那我怎麼看得見 他說好 他就很氣說 我有理說不清 我去考大學 讀法律系 他說考上我們的最高學府法律系 跟了那個18歲的小朋友 一起讀法律系 畢業之後 他後來就不再當醫生了 他就切心了 不當婦產科醫師 他後來就 算是也算從政 他前幾年跟我說 你知道嗎 我同學現在都正在結婚 我們的大學同學都在娶媳婦 原來有醫學系的同學 但我們現在法律系的同學 都正在結婚 所以 正在包甜 包紅包 就是他們都剛剛才差不多30歲 其實我們之前有過在半夜 開那個急診道的時候 刀開完了 就為了找紗布 找了兩個小時 對 因為找完 開完之後 紗布出來那個小姐 就一直說掃一塊 掃了半天也掃不到 怎麼辦 那你就知道 褲子打開來就是一直翻 一直翻 一定要把紗布翻出來 結果一直翻不到怎麼辦 我們就抓那個 那個S光哥有沒有上來 就像保安哥講的 現在紗布有個好處 就是因為要預防這種 就是怕你找不到紗布 所以上面對有一條線 那條線是可以寫你的 就在S光底下看得到 所以那時候就叫那S光基上來照 照的時候 發現他在那個病人的右上角 他趕快去右上角一直翻 慢慢慢慢慢慢 把那塊紗布翻出來 要不然之前翻了兩個小時 找不到 兩三年前 那時候也是一個復刻刀 開完以後 真不見了 真掃過 真不見是大事情 你知道嗎 怎麼樣找全世界 那Portable那個來照 這邊也看不到 那一小個真的照不到 後來 因為我們到S光 真的不在肚子裡 好啊 病人就走了 就先離開 離開以後 晚上阿姨打掃 然後那個床 那個手術台 移開的時候 才發現在手術台的下面 還有上次有一次是 紗布也是怎麼樣都找不到 然後就照S光 怎麼在那個位置 可是那個位置 不是我們開到的地方 結果是怎樣呢 病人翻起來一下 原來掉到 滑到病人的背後去 所以因為他沒有找到紗布 我們不能移動病人 所以就看不到這個地方 所以很多現在 大概這種發生率 遺留在體內的機會太低了 對 現在開到房裡面 不是說現在 一直都有 有一支大的磁鐵 專門在地上找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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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你找不到那個針 因為太小了 所以你們開到盤 有大部分的人在找針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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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發聲 因為那時候 很少見的 因為我自己就是有過一次 那個針這樣一縫 有時候我們在縫那個線的時候 縫到組織比較硬的時候 比較用力的 一縫那個針就彈走 彈走的時候你就想說 哇 如果是彈到你看到它飛到地上 你也確定它在地上的話 就比較沒有關係 可是一彈的時候想說 不見了 你應該視線就慘了 就到處找 都找不到 結果那一次 傷口我都關完 因為我就覺得好像不在傷口裡面 可是我實在不放心 我就跟保安哥一樣 我就叫那個X光機來照 照了之後就發現 病人身上有應該是沒有 但是只是應該 你沒找到針 還是會很毛 非常非常毛 所以那個病人 不然被送出去 因為他X光照了兩支都沒有 我還是很毛 結果還是沒辦法 不能在病人在那邊麻醉太久 還是讓他醒過來出去 出去那天晚上 我就跟鄭醫師講的一樣 我就拿那個磁鐵在地上一直吸 我找不到心底會很毛 你知道嗎 結果真的被我找到 我就說 超會開心一點的 我想說不然的話 這病人五年十年之後出現 你看我們當兵打拔 那個蛋殼少一個都不行 對 其實一樣 其實像保安哥講的那個紗布 其實最近這幾年 我們還是有出現事情 因為那個紗布 像保安哥講的一樣 如果你在肚子裡面 你不是一兩年會出事 可能是十年二十年之後 肚子才會開始痛 他可以吃很久 我們之前就有個病人 他就是這樣子 他就覺得 他其實從以前開過兩次的 然後一個剖副產 一個盲腸炎 一個是八年前開的 一個是四年前開的 他說他這兩年 肚子偶爾會痛 一開始是一個月痛一兩次 大概只有痛一兩天就好了 可是最近這幾個月比較頻繁 一個月要痛四五次 他是每次都會痛到一兩天 但是他沒有發燒 吃東西很症 他就覺得下腹悶悶的痛 他開始一直以為是 他自己的子宮肌流 可是後來想說奇怪 也不是月經的時候會痛 三不五時就痛一下 就覺得不大對 那有一次他就跑去婦產科 那婦產科 幫他吃到超音波也沒說什麼 他只說 是一塊紗布 就看到是一塊紗布 躲在那個子宮的後面 然後後來他就是 那個其實已經到六公分大了 他就因為他最近越來越痛了 後來他就找我們外科 就把他拿掉 那大概是我開的 我開去就把那紗布拿掉 出來的時候後來 病人是恢復得很好 可是他只出來 只問我第一句話說 醫生我問你一下 這個紗布到底是 我那時候剖腹產的時候 放進去的 還是我後來開盲腸放進去的 對啊 我說我不知道啊 你要去問那兩個醫師 我怎麼都不知道 我只知道這個 反正不是我幹的 反正不是我幹的 結果後來病人不知道要到誰 後來是兩家醫院都 兩家醫院我去寫一條 因為真的很難講是誰搞的 這些故事是 因為這這麼多年 他們集中的案例在這裡 不是長的 很少 所以我們聽起來說 怎麼多死不是死 現在很少見了啦 對啊 以後這一集播完 以後那個手術太長 人家就會問醫生說 因為那個嚕嚕很怕嘛 沒有現在 而且網路上常常會說 開玩笑說 什麼醫生甚至會把手機 吊在裡面 不可能 如果找不到的話 就打手鏡一下 看你的肚子也會想 完全都是笑話啦 不可能 我們遇到一個兩三歲的小女生 她就是擺一個 其實她做了 後來我們找到一個鑽石 真的是 那是塑膠做的小鑽石 大概0.5到0.8公分 她就是一塞 把它塞到鼻孔 而且是頓地跑進去 其實我們從外表也看不出來 她是大概三四天 莫名其妙地流鼻血 小朋友他會講 她會自己又去摳 她越摳越深 那後來把它帶來 我們用 因為你想兩三歲 要跟她抱著 讓醫師那個內視鏡 可以好好看 都有困難 那這個又不能硬夾 因為她也夾不住 那露出來是尖尖的那一邊 至於還有鼻歐科 有一些專門的器械 可以用刀地把它撈出來 那這個還是要特別提起 因為那個東西 因為鑽石有那個切割面 不關的刺激 有時候會到了 你中文的傳統 那個如果是真鑽找 就找到 那就是不關痛癢 那真鑽 少了三顆拉的鑽石 還不找 對啊 像我的小時候是 因為我們家同一輩 什麼表姐 表弟 表妹 我們是一群就十幾個孩子 就大概同年紀 所以我們一聚在一起 就很恐怖 因為家裡再多的大人 都沒有辦法 每個都看得到 而且我在我小時候 印象非常深刻是 我們一開始玩 就是十幾個兄弟姐妹 在家裡這樣跑啊跳啊 你根本不知道誰在幹什麼 就有一天晚上 我姐姐 她就是一直哭鬧 一直哭鬧 然後她也不會表達 她到底為什麼哭鬧 你只知道她一直哭 被打也是哭 安撫她也是哭 然後 但到後面發現她不對勁 是因為 她的臉已經 然後就是一直哭 也不說到底為什麼 那就只能帶去醫院 然後到急診室之後 發現是 我們小時候不是有那種 透明塑膠盒裝的那種 口香糖 是那種很小顆 正方形 很小顆 她那個天才就把那個 塞滿她的鼻孔 就全 她想說有洞就塞滿 她就塞 塞 塞滿了 不舒服了 然後到醫院去一看 哇 這邊裡面全部都是那個 小顆小顆的口香糖 然後醫生就要幫她夾出來 弄出來 然後連著鼻涕也是這樣流出來 從她塞完之後 我們再也沒有糖可以吃 把量都塞完 就有遇過一個小朋友 她大概五歲 然後她的弟弟大概兩歲而已 然後就是 弟弟就是一直鼻動眼都不會好 一直每天都有黃鼻涕 然後後來就是再問一下 然後仔細看一下 發現裡面怎麼亮亮的 真的裡面有一顆 鑽石 找到了 一顆小鋼豬 然後她也沒有 媽媽有時候都沒有被鋼豬 就是自己也沒有塞進去 然後問了一下就是 哥哥就一直被打 然後因為是哥哥趁弟弟在睡覺的時候 把他偷塞進去 其實我們耳鼻歐科有時候 有時候會常常遇到一些 有生命的原因 從事 有生命 就是我們耳鼻歐科像是一些 會看鼻子嘛 耳朵 然後常常有一些像小朋友 他夏天去那個山上玩水 然後回來的時候就流鼻血 那是什麼水智 對我剛剛就是一打開的時候發現 他兩邊鼻孔住了三隻 什麼 住三隻 三隻水智 那是小的喔 小的水智 不是 沒有很大隻喔 很可怕了吧 拿上去會吸血的耶 是小的吧 大的怎麼會跑進去 一開始小小隻的時候會跑進去 然後他就在鼻孔子那邊定住了 然後吸血吸血吸血 過了幾個月就變得很大隻 就是有一隻蒼蠅在這邊 那麼大的那種大蒼蠅 這樣這樣盤旋 然後我就這樣 然後我這樣一揮完之後啊 我就 我就想說 走了嘛 然後我就繼續做我的事 結果發現 頭好癢 就頭很癢 然後呢 就發現說不太對 就真的很癢 然後我就一抓 就真的有小蟲 就是白色的小蟲 他也有下蛋嗎 然後後來我就發現 我的整個蟲 都是蒼蠅肚子 因為白色的小蟲 可是我不知道那是什麼蟲 那是什麼蟲 它那個軟怎麼會是蛋呢 因為我對蒼蠅不是非常了解 然後後來就發現 我的耳朵裡面也有 然後我就趕快把頭洗完之後 去那個耳鼻喉科 我就 因為我就很緊張 我就已經快發瘋了 然後他就 他就用那個油之類的 就滴 然後就慢慢慢慢 好在耳鼻喉科的醫生是 他手很穩 然後他還蠻 還蠻鎮定的 幫我處理這些事情